這個部分的話,我們if,特別主要if一個,兩個,三個 我做的方法第一次是用插入函數,第二次以後的話就用這個前面的if 那另外的話當然,eSale裡面有這個功能 可是如果你是用其他的試算表,像Google試算表,他就沒有這個功能 變成說如果你是用Google試算表,假設你要打這個公式的話,變成你要從頭打到尾 OK,所以你也可以,當然啦,試試看,如果你假設不用我剛剛的方法,你可不可以從頭到尾自己 把這個公式打完,而且不能夠出錯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是了解他的結構,那其實他的結構也不是很難理解啦 第一個的話if,掛入他的條件 如果微true的話是這個 那如果微false的話就是在做一個邏輯判斷,有沒有,然後微true的時候就輸出一個b,然後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微true的話就是c,反制就d,然後前面有幾個前刮斧,後面就有幾個後刮斧 OK,那這樣的話,如果你可以從頭到尾自己用打的可以打對的話,那表示你功力應該也是ok,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在eSale的公式裡面有個缺點 就是怎麼樣 很複雜的事情,可是卻要在一行裡面全部執行完畢 其實真的有點強,這個很讓人覺得難度其實有點高 那如果用VBA來寫的話,就不需要一定要寫在一行 你可以把它分開很多行寫,沒關係慢慢寫 相對起來也會 寫錯的機會會比較小 那我demo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VBA 所以待會請各位在H欄的地方 多一個欄位名稱叫VBA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 要做出 總共有五個按鈕好了 那這五個按鈕呢,我前面講過啦 反正這個一個按鈕呢,相對於 這個VBA,它就一個sub 所以呢,你可以這樣啦,一個sub,後面一個公式 底線成績就放在這邊 一個後刮斧 Enter的話,它後面就有一個Enter Sub 把中間程式寫在中間就ok了 大概概念是這樣啦,所以以後一個按鈕就對應一個sub 應該可以理解啦 那首先的話,我demo一下這六個按鈕 第一個,輸出這個合格不合格 那特別注意喔,這個合格不合格 我是把這個公式直接丟到這邊來 然後直接向下填滿 清除也是一樣,把這裡面東西清掉 ok 那再來的話呢,另外一個成績就沒有底線公式喔 直接輸出合格不合格 但是呢,裡面不是 用那個 輸出公式的方式,而是什麼 在VBA裡面判斷完 直接把 對,把那個 你要輸出的次串喔,丟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這個地方怎麼寫 然後再來就是多重 用,這個也是公式 這個公式的部分的話 把這個公式丟到這裡來 向下填滿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如果我不用公式喔,我直接輸出 有沒有,在VBA判斷完之後再丟ABCD的話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大概五個喔 五個SUB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我先 從第一個開始 輸出這個公式 OK,把它清掉喔 1 先到Visual Basic 2的話呢 在這裡面呢,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這邊沒有模組的話 3的話呢,在這邊打個SUB SUB名稱的話呢 叫什麼呢 SUB 這個按鈕 反正就是對應這個 上面這個按鈕名稱 叫 成績 底線公式 按一個Enter就可以了 好 字如果太小的話 工具選項 裡面有撰寫風格吧 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至少12吧 OK 或者甚至是14吧 14可能看起來會比較OK 撰寫風格這邊 14號字好了 OK 再來的話呢 如果要輸出的範圍 反正大概可以帶個公式 For i 等於 第2列到第7列 所以先按個TAB鍵 然後在這邊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for 你要哪一列到哪一列的範圍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第7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先確定它的for回圈的範圍 那第二個的話要輸出到哪裡 這個儲存格 這個叫Sales 關卡甫哪一列呢 因為它這個列會變動 I列的哪一籃呢 H籃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的話呢 等於先兩個雙以後 你先打到這邊啦 乾脆把這個sub 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底下 把這個sub名稱 取名叫清除好了 所以 甚至你可以清除 跟那個 成績底線公式 可以一起做啦 差別在這裡 一個是輸出沒有東西 就是清除 一個是輸出什麼 把公式放過來 所以公式要放過來的話 一把這個公式 複製了 二的話呢 按叫按取消 沒有取消 切不過去 然後呢 直接就貼過來 不過貼過來 因為它裡面有雙以後 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 先打開記事本 把它記事本貼上之後 用取代的方法 其實這邊的話 好像也只有四個啦 當然如果你覺得自己打 有K的話 那你就不用取代了 一個 變兩個全部取代 OK 然後再把它公式 複製之後呢 放到這邊來 貼上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 第一階段 但是貼上之後的話 當然你現在執行 它就變全部都合格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公式 全部都一二啦 所以喔 還有最後一個步驟 怎麼樣 把什麼呢 把這個二 改成 i 還記得吧 那改i的方法的話 當然你如果 不得了解為什麼的話 你可以背口訣 雙以後兩個 先把一個字串 切成兩個字串 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串接一個i 就可以了 把i放到這邊 記得 and的符號前後要空白 這樣就OK了 把它輸出 有沒有 大功告成 這邊會跟這邊 長得一模一樣 清除的話呢 這邊執行 也會清除 有沒有 成績公式 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這個按鈕 跟這個按鈕 OK 請各位先把這兩個 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後面三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這裡的話呢 主要 其實有點複習 前面那個 用 這個什麼 這個 用VBA輸出公式 直接輸出到那個 儲存格 到 指定範圍 的 這種 固定用法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要輸出 這個公式到 儲存格裡面的話 其實有點可以類似 套同樣的方法吧 試試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